今天,楊潔的第一位是楊健先生,剛好有來過這個委長 我們現在來邀差異,來跟大家說話 很感謝,敬師郎主感動 今天,敬師郎主感動 想要說,台灣要有真正結束的青年 我相信,正六老神心和生物猶鬼 我相信,敬師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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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照 看著這年,大靈靈 我先去,來比一項事情 我們先去,前進發事 我告訴過 說他的信頼有借,有靈緣 並且還有一個愛 他的借,他的靈緣 輸他自己 七十年 他會叫他 董月 結果呢 就一代八十年的時候 就已經滅掉了 很可笑 所以他說,他的靈緣 他的借 就是要溫暖 我們台灣的鄉土 是我們台灣 有這個借 可以永遠來抵抗 所有的專責 所有的阿伯 而且他又說 他要有一個愛 他愛什麼 他愛台灣的鄉土 愛台灣的前輩 愛台灣的青年 更愛台灣的鄉土 所以他一生只有這個心 他希望我們台灣的人 可以來 來構成他這個 志願 這是我 將我們 政府 跟大家說過 這兩句話 提起 當時我還想起 我做小孩的時候 我老母呢 跟大家說過 說你們不要建設 你們老爸是 這須相反 是政治反 有什麼建設 應該在這須相反 所以要確認自己下你 將來 來建設你們老爸的志願 可以 來這個 看 想辦法 可以來 輸台灣的人民 台灣的領土 不要再讓人 氣冷 不要再讓人 壓抗 所以我前幾天 我在 上課的時候 真的對我的學生說過 說我們台灣人 比 美國人的黑人 還不太 是什麼 美國人的黑人 在替別人做努力 但是他要保重 這 清 一切 開支 跟收費 都別人 會應付 但是在台灣人 近百年來 日本的壓抗 跟共和之後 雖然是說 我們台灣人 有一個 很熱心 很高興 說說台灣 非貴做國 但是 很失望 結果呢 我們台灣在拚 替日本做努力 結果 有三個目標 後來 共和之後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 做努力 結果 現在水金 越窮越越重 大家 為了想 生活 也要去打招 為了一些 方法 所以我希望 說 管理這個 的問題 我告訴我 先說 我們青年人 應該 要愛台灣 應該要輸台灣 趕快發電 要輸台灣 可以當世界上 有一個地位 這是 我的感傷 謝謝保育 謝謝 今天來 今晚會 到這裡結束 可能各位 有機會慢慢來 再看看 從百傳的影響 謝謝各位 餐廳 謝謝